我们日常很常见的一个中药材 可以用枸杞来泡水熬汤 吃枸杞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少的好处 具体都有哪些好处 吃枸杞的好处 一 减肥 枸杞内含有甜菜碱等一系列的药用成分 这些成分可以参与脂肪的代谢 对于抑制脂肪在体内沉积是非常有效果的 并且还可以促进肝细胞新生 可以促进脂质的代谢 对于脂肪肝也可以起到不错的预防作用 二 美容肌肤 皮肤出现衰老 主要是由于自由肌出现氧化而导致的 而枸杞内所含有的多糖以及胡萝卜素 都是很强的抗氧化剂 并且枸杞内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E 加强了抗氧化的效果 并且枸杞内的维生素A 可以有效地防止皮肤干燥和毛囊矫化 可以起到很好的美容肌肤的效果 女性在日常可以多吃枸杞 三 抗血管老化 因为枸杞内的叶黄素和胡萝卜素含量很丰富 这些元素都是很天然的抗氧化剂 对于预防动脉硬化和心血管早衰 有很好的效果 四 改善气血不足的情况 很多女性在日常会出现气血不足 而导致手脚冰凉的情况 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多吃一些枸杞 因为枸杞内的铁和维生素含量很丰富 铁可以有效地促进血红蛋白的生成 对于恢复女性的气血是非常有好处的 五 安神 女性在到达一定年纪的时候就会进入更年期 进入更年期的女性会出现脾气暴躁的情况 在更年期的时候 女性可以尝试多吃一些枸杞 枸杞内的甜菜碱以及卤丁等物质 安神降噪的效果很不错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我们记得关注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了